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细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前面咱们用PRP操作了色格语句 咱说色格语句一定要知道有两种 一种是带结果级的 一种是不带结果级的 带结果级的咱们要得处理结果级 这就是这些肯定的 不带结果级的成功就是真 失败就是假 但是执行DMR语句 就是增山改的语句 一定要知道怎么过去影响函数 因为真正的根据影响函数才知道语句执行成功 没成功对不对 对 如果语句不成功的话 那直接他会就是语句如果有错误的话 就直接提示语句的错误 语句没错误数据记录没有这个没改成功的话 那影响函数就是没理 那咱们就判断怎么办 失败对不对 然后插入语句咱们一定要知道什么 最后插入的ID 因为有的时候咱一个表单要向多个表插入 这个多个表一定是关系的表对不对 比如说将一个用户的基本信息表和一个用户的成绩表 对不对一起插入的话 你插入一个用户的话 就把用户ID拿出来 最后ID拿出来 然后再把成绩的数据和ID组合再插入了另外一个表 听懂吗这样才可以 或者咱们分表的时候也经常用到 所以最后插入ID和应用行数这个大家要清楚对吧 那这节课咱们看一下什么呢 什么语句啊 对我把这些都删掉 看一下处理结果极对语句 要代码看起来更简洁一些 还是这几个步骤 对吧 那还是这几个步骤咱们说了 执行任何四个语句在买四个语句的扩插里边都是 譬如一二歪 里边执行的是四个语句对吧 对 然后这会只要做四个语句就可以了 但是想调试程序 我们必须把这个四个语句打印一下 四个语句冒号 然后 达了四个 第二换行 这样的话咱们在开发阶段可以这么打印一下语句 这样就知道语句什么样的成功对不对 然后我们看一下结果级返回来的 如果有结果的语句是不是这就是结果级是一个资源的语句 那我们这话先制限这个 select 新 不让我们从优势 就先看这个 对吧 那它是一个产语就是肯定有结果级对不对 对 我们在命令行上看到的是这样的结果对吧 嗯 你跟我们插入了这么多条语句 那在命令行上呢我们现在虽然能有结果级 看一下 这是四个语句对不对 它反映结果级 但结果并不是能打印给我们的 因为怎么显示结果是由我们来决定对不对 所以我们得从结果级里面获取结果 对吧 所以有结果级了 下一步就是从结果级 这个资源中获取 我们想要的结果 其实这个结果获取是通过四个语句对不对 那查出数据都在结果级里边 从结果级里边可能获取结果 然后怎么按我们的方式或格式 显示 要么列表 要么表格对不对 或者直接显示都可以 那怎么从这个结果级这个资源中 反过这个资源中获取结果呢 看一下我们系统有这么几个函数 把手机打开 看一下哪几个函数获取结果呢 在batch看到了吗 几个数组 assoc还有object还有row对吧 这几个都干嘛的 我给你列出来 一共拿几个函数呢 这个my secret下号线fetch下号线row 这个是函数 里边传的是什么 必须传的是这个结果级 看到了吗 就可以了 然后还有my secret下号线fetch下号线assoc 这里边必须放结果级 还有my secret下号线fetch下号线assoc 下号线assoc 还有my secret下号线fetch下号线 还有my secret下号线 还有什么object 里边也放上结果级 这四个函数 以上四个函数 都能够从结果级里获取结果 只是怎么办 返回的结果的什么数据格式不同 都怎么不同呢 第一个返回的是 所以速度 知道吧 所以速度就是按我们现在本身的 所有顺序本身的所有顺序怎么的 第一列下标就是零 以此类推第一列下标为零 第二列 下标为一 以此类推 知道吧 有多少列 返回多少 这个是什么 返回的是关联数 关联数 那关联数组 反归也是一个数组对不对 那这个数组的下标 下标是字断名名称 也就是列名 是吧 那这个呢 反归什么 所以数组和关联数组的什么组合 也就是两个都返回来 所以数组关联数组一起返回来 知道吧 当然了 我们这会可以由第二个参数常量 来决定 返回的是哪个数组合适 你看啊 找到这个 是不是这个 可以通过啊 第一个 这块 内型对吧 第二个参数对不对 反为什么呢 你看可以使用这几个值 哪几个值呢 如果只能这个 第二参数只能这个 就是什么 关联数数 跟谁一样啊 跟第二的 汉数一样啊 如果在这个第二参数里边 你就在这块指定 买 常量是大写啊 买Circle 嗯 消限NUM 如果指定NUM 那就是什么 所以数股 所以数股 如果指定boss这个什么 就是两者 也就是默认的默认的什么 两个 都返回 看到了啊 这个 是反为什么 返回 一条记录当成一个对象 一个对象 反回 对吧 这样的吧 嗯 这四个函数 那这四个函数 平时说 有多个 咱们就得决定怎么 用哪个 是不是这意思 有多就得决定 用哪个 那咱一个一看 先从后往前看 用不用 对不对 嗯 首先这个 反回一条记录是一个对象 对吧 那对象的属性 就是自断名 属性名 成员 属性 就是什么 自断名 对吧 我建议大家不用这个 那是面向对象有对象操作多好啊 为什么不用这个呢 因为他说了 反回的数组这反回的数组的格式 更容易我们操作 就什么 对 我们更愿意操作数组 因为数组有强大的处理函数 数组有便利机制 对吧 而反回这个对象 那 一条记录有100万个 我们拿到100万个对象 我们怎么办呢 便利便利不了 怎么处理处理不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 不建议使用 使用 不建议 行 不建议就可以了 对吧 那这个反应数可说 这个我们都想了 想要过来有过来 想要所有人有罪 对不对 的确是好处在哪呢 这个就相当于一个人背两个包 对吧 知道什么是包袱啊 你背两个行两份行 那两个是一样的 对吧 其实呢用一份就行 那背两份沉不沉呢 是不是重 对吧 背两份是重 那才会耗示范资源 但是优点什么呢 是不偏对啊 对不对 不偏对这是优点 也就是你想为什么用什么 就是啊 所以这个呢 耗示范资源也怎么不建议使用 听什么 那咱们是不是就剩两个了 那就看你 你喜欢处理所有的速度呢 还是喜欢处理关联速度 对吧 如果你喜欢玩所有的速度就用第一个 如果你喜欢玩关联速度就用第二个 对吧 第一个还有优点 可以跟例子的合作 因为所有速度可以把所有速度里边 按所有的顺序把它转成变量 后一会我给你用一下 好吧 那关联速度这个不能和这个使用 对不对 但是这俩选择哪个就看你个人的爱好 那怎么用呢 看一下 哎 他反显的是不是速度啊 不然你等下方言啊 再输出一下 一二重点好了 看 买色 下发现 FETCH 下发现 ROW里边传一个结果集 看到了 返回的只是数据格是不同 我们看一下 返回这里边数据后里边第一条记录 是不是一个随移数据 对吧 如果我这会加上 这个词换了 换成 aisoc 变成什么 你看id email name 这个是不是关联数据 如果我在这换成什么 as 是 a r r a y 变成什么了 是不是两者都反而来的 你看 所有的关联混合的 对不对 这样怎么用都行 但是占用数据资源比较多 那 它有什么特点呢 记得 第一个特点 什么呢 返回 默认 指针 指 向的 那条 记录的 结果 什么叫默认指针呢 那默认指针用在哪呢 第二个 默认 指针 指向 第一条 那也就是反复第一条 对吧 对吧 能不能改呢 可以使用 谁呀 这个将默认指针改掉 也就是我们这里边 的导向 有个 是吧 就在买新的系 系 转向 好 嗯 嗯 谢谢 哎 这块数据性 你看移动内部结果指针看到这个了吗 只要指针哪个资源移到第几号 他就反正底下 你看 我可以用这个改一下 但是这个不常用 可以使用这个 怎么改变 自定义的指针 位置 来我试一下 比如说我这话 指定第一行必须是结果集 ISUID结果集 比如说指针第五行 看一下 那内部指针还是那条记录吗 小心一下 那ID是不变成10个话来的 对吧 他记录那条10那条记录的话 是不是就变化了 对吧 但是这个不常用 所以这话我们去掉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 第三个什么呢 获取一条以后 再使用同样的函数 怎么的 使用完一次的话 怎么的 就是 获取完以后什么 指针 自动 下一 移动到下一条 进步 再使用同样函数 则是 获取 下一条的 比如说 这里边 我们现在默认了获取什么 是不是第一条的 算清一下 第一条的 如果我同样的语句 再使用一次 同样的语句 再使用一次 是不是获取第二条 对 再使用一次 对 获取的什么 第三条 看到了吗 使用几次 获取几条 对吧 那一直获取下去吗 这块 第四点 特点 什么呢 如果 怎么的 是 最后 一条 对 获取后 返回 怎么的 假 也就是最后一条 已经到文件指针了 如果是最后一条 就是 最后一条 也就是 没有记录了 没有记录 已经最后一条 没有记录了 对不对 你再获取 就 就返回家 所以我们这块可以用一个条件性循环 把所有都获取到什么条件循环 你看 在这块 外 直接使用一条记录 什么记录了 比如说 rw 这是速度 等于 使用 my sicle 下方线 fbc 下方线 比如说 as fc 四个行 都是一样 知道吗 直根 好吗 res 结果 然后我们 prnt 小线 打印一下 速度 然后我们再输出一下换行 这些就不用了 循环是此循环吗 不是此循环 为什么不是此循环呢 对 因为我们在这块看到了吗 他再获取不了是反了假 是不是循环就不循环了 对 在不是假的时候获取速度 是不是就可以打印 所以用这种方式 我们把所有的数据库的记录 全可以打印出来 对吧 全给打出来 这就是我们看到数据结果的 数据库的结果 当然我们不用这条四个语句 我们用认识的四个语句 只要结果结果会 比如说 你这个 提到 是吧 我们使用 sicle 等于 dsc 什么呢 us 看一下 是不是也是这个结果 只要有结果集 搜在这里边 我们都能通过 这种方式获取到 好 时间关系 那这一节课就介绍一下 如何从结果集里获取数据 对吧 下节课咱们就是 将获取的数据 格式化来印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咱们就 这节课咱们就要到这里 好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 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